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的是行列輸入法當中這二十字的猜字講解 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第一個是字 我們看一下它左邊上面是兩個橫一 所以我們按兩次一中 基本筆畫在中間 再來呢要寫的是右上角這個蓋子七 所以我們按一下七中 現在已經取三個字更了直接跳 最後是下面的背 背的話我們是取七八 因為木它是七 八的話 是在七的下面 所以七八 在七下的位置 再來下一個句的話 提手旁九四 也就是九上 再來呢 虎字頭我們取的是三二 三二的位置在三上 因為虎字頭第一筆三直 所以筆是逆王二 好 接著呢是一個橫一 所以按一下一中 最後這個字更呢 它是撇九開頭 最後呢 兩點結尾 所以是九八 那九八的位置在九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流的話要先取的這根是九二 撇九 然後這個勾起來的這個逆王二 那九二的位置在九上 接著呢是一個點六 所以我們按一下六中 基本筆畫 好接著呢是刀 刀的話是 基本筆畫的七中 然後最後呢 填的話我們取的是零四 它的外框 零 裡頭正交四 零四的位置在零上 好下一個我們看肉這邊 它跟月是歸類在一起的 好那 這個算是例外的取法 所以呢 我們要取肉這邊的時候 就是取七一 那七一的位置在七上 好接著呢兩個八 所以我們按兩次八中 好 現在已經取三個 這個人直接跳最後 這就是右邊的這個 算蓋子七 所以我們按一下七中 好 再來我們看團的話 它這個外框 我們取的是零四 只要是外框裡頭有包 其他這個人 這個都是算零四 那零四的位置在零上 好 那裡頭呢 要先取的是一六 橫一 然後 下面的寸先還不要取 那這樣子上半部 取最後一個是點六 所以一六的位置在一下 好再來的話呢 是 寸的這個十字 正交四 所以是四中 最後點六六中 好第一個 好下一個 上面先取的是四 正交四橫一 所以四的話 放在四上的位置 好 接著呢 是零八 中間這個雖然是三指 不過我們 把它跟 果子的四 歸類在一起 所以取零八 好 那位置的話 是零下 好 最後背的話呢 是七八 七下的位置 好 下一個 很直覺的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上面的四 正交四 橫一 四一 也就是四上 好 那底下呢 新的話就是拆六六 他的第一筆跟最後一筆都是點六 那六六的位置在六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五的第一筆 踢手旁 取的是九四 也就是九上的位置 好 那立的話呢 是點六開頭 橫一結尾 所以是六一 那六一的位置在六上 好 下一個我們看五的第一筆橫一 所以按一下一中 第二筆呢 還是橫一 所以我們再來一次一中 好 接著是指 指的話 這個字根我們猜三一 他的第一筆三指 最後一筆橫一 三一的位置在三上 好 最後呢 一個逆彎二點六 所以是二六 二六的位置在二下 好 再來我們看 下一個字 左邊素心旁 好 素心旁 取的是六六 第一筆跟最後一筆都是點六 那六六的位置在六下 好 接著右的話是五八 他是順彎五八納組成 五八的位置在五下 好 那最後呢 右下角的圖 我們猜的是四一 證交四 橫一 四一的位置在四上 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負的話是先取人字邊八中 接著呢 是一個證交四 四中之後 最後 點六 六中 好 下一個我們看人字邊八中 接著呢 是一個撇 所以我們按一下九中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密字邊 他的 第一筆是逆彎二 最後是八 所以是二八 好 下一個我們看牛 他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九一 也就是他前兩筆撇九橫一 九一這樣是一個字根 那九一的位置在九上 好 那剩下是一個十字 所以是證交四 好 第二個 好 下一個我們看席的第一筆是撇九 所以我們按九中 那 木的話他是例外的 他放在七中的位置 好 那最後呢 下面的心 剛剛有猜過他是六下 好 下一個三的話 人字邊八中 好 再來 剛剛牛有猜過這個字根 他是撇九橫一組成的 九一 那九一的位置在九上 好 那再來呢 是日的話 我們猜的是01 外面放框口裡頭橫一 那01的位置呢 是在零上 好 現在已經取三個字根了 這條最後 最後是 下面的霧裡頭的兩撇 那撇的話是九 所以呢 兩撇的話就是九九 九九的位置在九下 好 下一個我們看克的話上面是寶蓋 寶蓋是由點六跟蓋子七組成的 所以呢 他是六七 六七在六下的位置 好 再來呢 這個字根呢 他是例外的 因為 你如果 照他的 筆畫來看 他是蓋子七跟八那 不過 他跟鋪不很像 所以我們把它 歸類在一起 那怎麼取呢 我們直接 第一筆就先拿來當 九 然後呢 結尾了八 所以是九八 那九八的位置在九下 好 最後呢 方框口零中 第一個 接下來要看的是 陶 那左邊是岩字邊 岩字邊是由 六零組成的 第一筆點六 最後一筆方框口 那六零的位置在六上 好 接著呢 正交四 所以是四中 然後呢 點六 所以是六中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一個 誰的話 要先寫的是 這一個 耳朵 耳朵取的是 五三 順彎五 然後三直 好 那誰這個字 按照筆畫的話 我們是 寫完耳朵之後 寫左 那左我們看一下 他是先猜一九 橫一撇九 一九的位置在一下 好 接著呢 是公 公的話是一一 因為他第一筆 最後一筆都是橫一 所以一一的位置在一上 好 現在已經取三個字根了 所以呢 下面這個肉 我們就跳過了 直接跳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按照筆畫 寫的是錯字邊 那錯字邊 取的是六八 他是 點六開頭八那結尾 六八的位置在六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茶的話上面 草字頭 四中 接著呢 是人 人取的是八中 最後呢 是木 木的話 取的是四八 好 第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看 借的話 人字邊 所以取八中 好 再來 要取的是四一 他是由雙十 雙十是算正教四 然後呢 一個橫一 所以是四一 那四一的位置在四上 好 那再來呢 是日日的話 他是由外面的方框口 跟裡頭的橫一組成 所以是零一 那零一的位置在零上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 剛剛這二十個字當中 有一些是有 特別碼 或是一級解碼 還是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 它有特別碼 那它特別碼的取法呢 我們看一下 它是取 最後兩個 最後兩個分別是 八中 跟七下 好 那這兩個鍵加空白鍵呢 就是 知的特別碼 好 下一個我們看一下 句的話 它的特別碼 它的特別碼 取的是 三上 也就是胡字頭 然後 最後的 九八 加空白鍵 好 下一個 流的話 我們看一下 先取的是九上 然後 六中 之後呢 你可以選 數字七 好 這是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 再來我們看腳 先取的是七上 然後呢 它有一級解碼 按數字0 就有這個字 好 下一個我們先看一下二級解碼 所以呢 先取前面兩個字 跟分別是 0上跟 1下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 數字4 這是團 的特別碼 二級解碼 那特別碼的話呢 你可以按 五上 然後 一下 好 那這個的 取法呢 應該是取 對應到的英文字 T 團的音T 然後呢 一下 一下 一下就是 16這個字 跟 加空白鍵 好 下一個我們看 麥的話它有二級解碼 所以先取4上 0下之後呢 選7 再來我們看5的話 它採用的也是二級解碼 所以先取前面兩個1 1 這個基本筆的話 按兩次之後呢 你可以選3 這是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下一個我們看怪的話 我們把素晶旁 6下 接著呢 右的話是 5下 好 那這個時候有二級解碼 我們按數字4 好 接下來我們看 負的話 人字BM8中 正交4 4中 好 二級解碼選6 好下一個呢 人字BM8中 基本筆型的 PA99中 然後 選數字2 這是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 那下一個字呢 我們看一下它有特別碼 它取的是 末良碼 也就是7中 跟6下 好 這是席的特別碼 下一個的話 我們看 它是8中之後9上 然後選數字0 好 這是 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 下一個我們看 克的話 我們先看二級解碼 所以是 6下 9下之後 選0 好 那這個字呢 它也有特別碼 它取的是對應到的英文字 K 就是8中 克 K 然後呢 2上 這兩個鍵加空白鍵 就是克的特別碼 好下一個我們看 碼 我們先看一下 二級解碼 所以呢 先取6上4中之後 你可以選6 好 這是二級解碼 好 那這個字呢 它也有特別碼 它第一碼是沒有規則的 也就是取8下 這沒有規則 那第二碼應該是取英文按鍵的T 因為這個字念頭 那T的位置是5上 好 下一個字的話 它有1級解碼 我們先按5上之後 好 選1 好 這是誰的1級解碼 好 下一個我們看查的話 先取4中 然後8中 好 那二級解碼選4 好 最後一個我們看借的話 是先取 人字旁8中 接著是4上之後呢 選0 這是二級解碼的打法 好 以上就是行列輸入法 這次的拆字講解 還有一些解碼 跟特別碼的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留言或是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